这怎么了 这是跳闸了 它客户自己换了开关了 它开关以后就好像一面好事 一面就跳闸了 正反转的吧 快慢速的 可能调快慢速的 快速慢速 手动挺直 还挺相近的 打开看看 看里边什么东西 还能调快慢速 双速电机 双速电机 是这么个铁电机 双速电机 一刻速慢速 这是 我没看到 这是进了电源 这是进电机的 这个也是进电机的 电机六根线 这么小的双速电机 现在怎么了 现在是 一刻炸 就跳总炸了 一插电就跳总炸 跳总炸 嗯 一速耐也跳总炸 它就换这一个开关 别的没法动 对 别的没动 就换这一个开关 它这刚刚有岛位了 您看到没有 嗯 就是中间 这边有个岛 它这个没有岛啊 这也走白了 它换错了吗 它换错了 它换错了 没有停止了 没有停止了 里边的开关是 三开 给它捋一下这个电路 它这个首先没出点了 就完了 出点拿去了 出点都掉了 这个肯定是坏了 这个肯定是坏了 嗯 这个肯定是坏了 嗯 嗯 摊不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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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这个就能好估计 我还留点电 先测一下电机 露不露电 就是线圈烧没烧 线圈与设备外壳 不露电 测一下电机线圈 电阻 达到乘一档 嗯 都先调零 先把万一表调零 两表比短节调零 看看输出的这三个线 电阻是不是一样 就是看表人摆动的位置就行 一样的 再测这三根线 一个电机出了六根线 它里边是怎么接的呢 我暂时没搞懂 测的电阻都是一样的 线圈是没问题的 电机是没问题的 它这个首先可以看出来 这个接触器里面已经烧糊了 就是都打黑了 然后这个触点 有的时候还弹不起来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完了 这个得换 捋一下它的线圈 这个线圈 这个接电器线圈 通过这个长臂出点 这个长臂出点 然后它吸盒就断开 就是说我吸盒 你就吸盒不了 然后接到这根线 这根线应该是往那个开关走了 看一下是不是 对 接的对 它这个开关接的对 开始他们还以为是开关接错了 一送电一开 啪就跳张了 这个接电器的线圈线 通过另一个接电器 长臂出点 接到开关的另一个端子 电路接的都对 没问题 也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它的 接电器坏了 换一个接电器就好 另外它这个开关 波动开关 我是不是应该给它换一下 把它和旁边这个调一下 它这个应该有三个挡 左右中间停止 但是它现在没有中间那个停止挡 所以我想给旁边这一个换一下 拆掉这两个开关 还得看一下这个开关还好不好使 直接用万一表测量 中间触点和两边 中间是个公共端 是近线 两边两个端是 往左右打 分别是接通这两个端 这两边分别接这两个计电器的线圈 控制计电器吸合和断开 这样把两个开关线一倒 又买了一个新的中间接电器 380V的线圈 把那个坏的换上就可以了 这就是拆下来的旧的中间接电器 看那个触点 触点打火都打没了 烧得很严重 它为什么会烧成这样呢 那换上新的接触器会不会还会烧呢 现在这个新的换上了 可以开一下试试 在开之前我要拆掉这个电器线 在拆线之前 我要先去记好 把每根线的位置记好了 因为它这个双速电器这六根线 我到现在没看懂 里边是两组线圈还是怎么个结构 所以说董行的老铁给分享一下 那就送房店开一下试试 你这个没开啊 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是开 加热的那不是吧 那个这个 那个不管它吧 嗯 这是一个柱子 嗯 这个没问题 这个快是吧 跳 跳 跳了 帮一下就跳了 怎么快速的一开它就跳了呢 整个跳了 啊 没接电机它就跳了 捋一下它这个线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一吸合 刚才就是塔吸合跳着 输出三根线 三根火线 输出两根火线接到了这个接电器的长臂出点 这两个出点在不吸合的时候是导通的 这头接通以后 接哪去了看一下 出来以后接的 嗯 短接 再看啊 三根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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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器 吸合接通 这两根火线输出 接到长臂触点 两个长臂触点导通 通过这个线 短接 形成短路 嗯 我接的都对啊 我换的时候是拆一根线接一根线 那它这样接有什么用呢 这样一吸合指定是短路的 你看它原来这个触点是没有的 那这样它这个线是没有用的 可以把这个线给拆掉 这样就把这两个线拆掉就可以了 接在上面啥用也没有 还会造成短路 这样两个接触器就光剩这个护锁这个电路 就是两个接电器不能同时吸合 那再吸合了 这两个接触器 这两个接触器还是大个鞋 它能吸 大能吸 测的接电器输出 三项电压都正常 都是400V 两个接电器输出都正常 电压是没问题的 那就准备接上电机试一下 接上电机线以后我测量 感觉它里面是两套线圈 而且两套线圈 怎么接的我也没搞懂 常见的双速电机 它的控制是三个交流接触器 而这一个与我以前建的不一样 所以请董行的老铁 这个评论区给分享一下 看 那我来看 不转呀 你线没接接了 接了 不是没转 转的慢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 转了 你先往这转 你看那个 看热素 这是 转吗这个 对 转的很慢啊 对 转的很慢 然后 快是吧 这个快吗 这个快 也是找这个方向 对 这是快 这是慢速 这里没问题 好了 这个小设备 这就完成了维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